高雄市城中城大火 46条人命 住商混合大楼的公安 黑洞引发热议 这个是整个绕过去 那这个是照这个走的 实际来到这处 位于台北市的住商混合大楼 管委会消防设施 以应俱全 除了24小时保全 每层楼的监视视角 折打走廊镜头逃身体肩 几乎做到全面零四角 我做切换 现在都是楼梯间 但它保全外面 它是两个荧幕 它两个都看得到 加上屋子结构 先天就是套房 不是后来隔间 据说很受租客的欢迎 不过管委会坦诚 毕竟是44年的老房子 由于先天设计 管理上又限难度 那这一栋楼新光很久了 四十几年了 所以它的 从以前演变的分类 其实比较 比较不一样 此话怎么解释 原来法令规定楼层数 六楼以上的建物 都要进行消防安全设备 建修申报 以这栋大楼来说 一到五楼有婚纱隐成 六到八楼套房 具有202货 九楼有民间社团 十楼餐厅 加起来竟然有四个官委会 消防的检查 或者是公安申报 跟那个商业的部分 是一起申报的吗 分材 分开的 我们只报五楼到八楼 那所以说对方如果没有做好 你可能 您可能会不太知道 或是什么 制度完备都很难面面俱到 何况出事的城中城大楼 没有管委会 许多住户 还是外来租客 管理上出现巨大漏洞 现在在法令上是规定要成立 但是因为他没有罚者 所以有一些大楼 当然他就没有成立所谓的官委会 官员解释 娱乐卖场等假类场所 每半年就要消防安全设备检收 哪怕没了商业行为 该有的消防检查 还是不能漏掉 可能会变成椅类的用途 比如说你刚刚讲的住宅 椅类它还是要解救申报 它只是变成频率不一样 会变成一年一次 回头看台北市的这栋大楼 平面显示内部空间呈现M字形 动线已经复杂 套房区一个楼层 有五个逃生安全梯 有的直通户外 有的确实通往商场 这个是中间这个楼梯 这个安全梯 往到一楼梯是它商场里面 想想火场上多一秒 少一秒都取生死拉锯 离开套房区 来到商场 许多店面闲置 人员进进出出捕手管制 来到这一处 其中一个楼层 可以看到里面有许多的店家 现在可能因为经济等原因 已经都纷纷关闭了 如果没有妥善的安全管理的话 很有可能就会成为治安死角 你能有的走上来 你就不能不让人走 可是你的住户住这边 你一定会 他就会打 你不住这边你来这边怎么 像我们 比如说我们看他一直在挂坏 我们会过去问他 住商混合大楼 凸显复杂的管理问题 从社区组织到公安消防 法律上的灰色地带 再赶紧修法虎肉 眼泪换来的教训 恐怕不会是最后一次 感谢 感谢 感谢